各位老师大家好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 12年国民基本教育新课纲 技术型高中艺术群的课程纲要内容 本次将从新课纲改了什么 校定课程怎么做 推动新课纲相关配套措施 以及与一般科目的关联等四个面向 协助大家对技术型高中艺术群课纲 有概略性的认识和了解 第一部分 我们先介绍12年国教新课纲改变了什么内容 12年国民基本教育自103学年度起实施 总纲一于103年11月公布 技术型高级中等学校群课课程纲要 则在107年12月底发布 并于108学年度正式实施 岂能顺利推动新课纲 落实课程研修理念与课程目标 本次课程研修特色为 强化学生的基础专业技能 艺术群课程设计以对应职场需求之能力 新增技能领域课程 以培育不同科别学生的职场就业能力 此外为建构学生的基础素养 新课纲配合专业知识 融入职业安全及卫生 职业伦理与道德 环保及劳动法令之内容 并在学习表现中增加核心素养之系统思考 创新应用 美感鉴赏 沟通协调 团队合作及问题解决能力等 以含育学生社会责任及公民素养 并为未来发展做准备 从99课纲到12年国教新课纲 可发现务实致用的专业技能仍然为重要目标 更进一步强调核心素养在教育目标的基础价值 因此艺术群课纲一一循这样的理念 进行提纲切领的规划 在新课纲规划里面 在内容及架构部分做了调整 包括一般科目 国因数可以视性分组 布定专业与实习课程加以修订 另新增技能领域 在校定课程方面 降低开班人数 引导开设跨班 跨科 跨群选修课程 增加弹性学习时间 丰富学生在专业能力及核心素养的培养 布定课程与校定课程 再加上弹性学习时间和团体活动 形成本次新课纲之技高课程架构 其中在布定群实习科目里 增加了科通用的技能领域 艺术群群共同课程 包含群共同专业科目12学分 集群共同实习科目18学分 合计30学分 集群共安排六大技能领域 包括视觉表现 展演制作 数位影音 音乐艺术 舞蹈艺术 及表演艺术实物 各科别可对应到适当的技能领域 如这个表所示 每个科别都会对应到一至两项技能领域 以符合该科之未来职场需求 例如多媒体动画科对应到视觉表现和数位影音 这两个技能领域 新课纲相对于九九课纲 除了配合产业技术发展 对布定专业及实习科目进行检视调整外 更进一步规划 新增了技能领域课程架构 每个技能领域都有二至四个科目的课程规划 例如舞蹈艺术技能领域 包括了舞蹈基础实物及舞蹈编排实作 共八学分 专业艺术概论科目 科目名称修正为艺术概论 并将原九九课纲分科学习内容 调整为群共同休息之内容 将各科专业知识 一致技能领域休息 群共同专业科目 艺术欣赏 在科目于九九课纲 唯一科别分科学习 于新课纲中 为群共同休息 艺术与科技 科目名称不变 为群共同专业科目 学习内容 均加以新增 展演实物 科目名称不变 为群共同实习科目 并新增四大领域展演实物 由各科 依其属性则一个技能领域开设 学校可依以下四个方式 选用布定科目之教材 一 国教院审定版 二 中央主管机关编定版 如国教署 请相关群科中心编审之教材 三 讲助出版业者编辑审定版 及四 经学校课发会审查 并决议通过后 使用的学校自编自选教材 新课纲翻转过去 以教师为主体的课程设计 强调教育应以学生为主体思维 核心素养成为课程发展的主轴 为了让学生适应现在的生活 面对未来的挑战 所以在课程教学上 要重视知识的运用 能力的增进 与学习态度的养成 核心素养分为三面九项 三面指的是自主行动 沟通互动及社会参与 九项就是指三个面向下 所产生的具体内涵 为了让学生成为终身学习者 因此强调情境的实际运用 以及跨领域与科技的整合 并在生活中实践 以培养学生成为务实致用之 终身学习者为目标 透过素养导向的教学活动及课程 可务实提升学生的竞争力 技高学生之学习 一般科目同谱高及纵高 对应领纲核心素养及学习能力 而专业及实习科目 则同时对应群核心素养和科专业能力 技术型高中学生的专业能力 需延伸到核心素养的实践 举例来说 完成戏剧展演是专业能力的表现 透过演出向观众展现相关的文化议题 就是具有核心素养的专业表现 在12年国教新课纲中 艺术群规划的群核心素养共有七项 各校之艺术群科应参照群核心素养 科教育目标 专业属性与职场发展趋势等 研定科专业能力 并进一步地规划校定课程 在12年国教新课纲中 各科目都有清楚名列学习表现 主题、学习内容 举艺术概论为例 学生在学完艺术概论后 会有四项的学习表现 而上课所需要的学习素材 即是主题及学习内容 第二部分 校定课程怎么做 艺术群各科可依据学校特色 职场需求及学生生涯发展等 依其专业属性及职场发展趋势 研定各科的专业能力 于校定科目约62至80学分内 发展以学生跨班自由选修之校定课程 并形塑各校科之差异特色 在课程发展时 布定课程是以国内产业人才需求 加以规划 校定课程则是依据学校愿景 学生图像及在地产业人才需求 加以订定科教育目标及规划校定课程 并透过课程实施培育产业专业人才 以下说明新课纲校定课程的规划步骤 我们先以学校周边产业人力需求 同校跨群以及跨校选修五种 学生可进行跨班选修 选修后每班最低人数为12人 为了让校定课程规划能循序进行 我们利用科教育目标 科专业能力及学生图像对照表来进行规划 首先以学校周边产业之地图为基础 汇集出对应在地产业需求之行职业别 或参考主基础 毕业生就业流向等资料 进行人力需求分析 这张图是学校邻近产业聚落图 说明以学校周边产业之地图为基础 汇集出对应本科在地产业需求之行职业别 以艺术群在双北的学校为例 可看到学校周边文化艺术中心 艺文中心、剧场及剧团等人力需求 经过产业人力分析后 以此为基础 结合各校各科之现况、特色及发展规划 发展出科教育目标与科专业能力 因此各科会因学校周边之产业与科之特色发展 而发展出不同的教育目标与专业能力 最后再与学生图像加以对应 我们可以发展多个科教育目标及专业能力 而一个科教育目标则可对应多个科专业能力 在规划时便要考量学生基础能力的建构 选修课程的专业分流及跨域能力的设计 基础能力如同新车的标准配备 而专业分流或跨域能力则如同新车的选配概念 科专业能力已展现该科之特色及专业发展 并包括知识、能力及态度 接着再将每一个科专业能力一一与学生图像进行双向对应 对应的黑点代表该专业能力与学生图像是高度对应 空心点则是低度对应 以电影电视科为例 科教育目标、科专业能力及学生图像的对照表中 科教育目标第一项即对应科专业能力的第一项基础能力 并可对应到四项学生图像 而科专业能力的第二项则是代表分流能力 并能回应到科教育目标的第二项 科专业能力的第三项则是代表跨域能力 并能回应到科教育目标的第三项 科教育目标与科专业能力的发展 需要请学校召开群课程研究会及科教学研究会 其中科教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为科专业科目教师 亦可邀请一般科目及其他群科教师共同讨论 由科专业能力发展出专业科目及实习科目 再由科专业能力及科目的对应 便可构成基础能力的科目 包括布定科目和校定科目 而分流或跨域能力的科目 就形成适性洋才的校定跨班选修科目 我们利用专业科目、实习科目及科专业能力对照表 进行校定科目的规划 这张表格最上面一列是科专业能力 左边则是科目的规划 学校在科目规划后便能和科专业能力一一对应 规划校定科目时 首先可盘点久久课纲的科目 以及新课纲布定必修科目 再将各科目和科专业能力加以对应 并考量科特色课程及对应科专业能力所需增加的科目 当发现科目无法对应到科专业能力 与科教学研究会时 即可加以讨论该科目是否删除 或单元内容加以调整 在对应科专业能力及科目打点时 请务必召开科教学研究会讨论 实心源打点代表高度对应 表示该科目中有章节名列 空心源代表低度对应 表示科目中虽没有章节名列 教师与授课仍会提及 若无对应则留空白 开设选修课程 是为了不同能力的孩子 能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专长科目 也就是适性洋才 依总纲规范 学校开设之选修总学分数 应达学生应休息选修学分数之1.2到1.5倍 以多媒体动画科为例 专业科目、实习科目及科专业能力对照表中 可看到基础动画概论 与第1、4、6项科专业能力是低对应 但是在第2、3项是高度对应 表示基础动画概论和学生具备动漫应用 及数位影像操作的专业能力是紧密连接的 科目与科专业能力表完成后 才能画出科课程地图 科课程地图可呈现所有老师们 想要培养孩子们的专业能力 而每一个专业能力要修什么科目 就可以让家长及学生清清楚楚看到 也同时让学生知道选修课能选择适合自己的课 所谓课程地图是将学校本位课程图示化 以呈现课程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让学生方便掌握各学期的课程选修资讯 并了解各类课程及各个科目 与哪些能力有关 以及与哪些生涯或职涯发展有关 课程地图未有制式格式之规定 只要能清楚呈现说明即可 以多媒体动画科为例的课程地图 我们可以看出各科目之间的整合 及连贯的学习 可以建构学生进入产业的能力需求 并能清楚对应到产业人力需求 第三部分介绍 国教署推动新课纲相关配套措施 为使新课纲实施能够稳健与顺利 教育部在107年相关计划及预算中 皆已拟定相关配套措施 完善各项法规配套 全面盘整及检视现行相关法规 新增及修订多项法规 必学校具已规划新课纲课程 第四部分 与一般科目关联为和 在一般科目之开设 在社会领域、科技领域、艺术领域 各校可依群科属性、议题融入 学生生涯发展、学校发展特色 师资调配等弹性开设 学生至少休息两科目以上 因此依照本群属性及本群专业知识 与一般科目连接关系 建议艺术领域开设美术与艺术生活两科目 科技领域可开设资讯科技 社会领域至少开设历史与地理两科目 以专题实作、七七创作为例 透过学校课程的学习 将素材加以变化运用 发想出各类生活用品 可以帮助学生能有更深入的发挥 在专业及实习科目的开设上 请各校注意与一般科目学习内容的衔接性 例如开设剧场技术基础实作时 其学习内容需具备数学领域的 坐标系与函数图形、平面向量、物理科、 力学定律及语文领域的文本篇章 和思考能力等学习内容知识 请注意是否已修习过相关学习内容 除了布定科目与一般科目连结外 在开设校定科目 亦可检视专业及实习科目 与一般科目之衔接性 举例说明 以本群剧场技术基础实作为例 在开设此科目时 需检视其学习内容与数学及自然等 学习内容之衔接性 是否已修习过所需的知识内容 感谢各位老师的聆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